- 据悉,尹阿西南部城市,阿马市,上周周有举行阅兵时,正当一切都正在进行中的时候, 寿院部队和现场观众却遭受到了一群身份不明的武装贩子袭击,最终导致至少25人死亡,60多人受伤,这25个死者中,包括12名革命卫队成员,其他的都是一些平民,也犹犹富足,由此可见,这些恐怖分子是胡乱杀害的,也并不是说只攻击政府装力量肆意杀戮,最可憎, 从媒体报道来看,恐怖分子的火力至少持续了10分钟,最后,4名武装分子全部被击毙,阅兵之前不应该对现场做一个安保吗? 怎么会出现这么恶劣的情况?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景,每年的9月22日,是两一战争爆发38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一天伊朗都会举行盛大的阅兵,以纪念1980年爆发的两一战争, 这个阅兵是和我们国内的阅兵还有差别,不是只在首都举行,伊朗是国内多个城市同步进行,我们从伊朗国营电视台播放的画面上可以看出,当强声响起之后,场上士兵赶紧扑倒在地平时训练得好,第一时间先保住自己的性命,随后一个站在看台上的士兵问道, 他们从哪里袭击?另一个答说,我们后面,而这些趴在地上的士兵正是伊朗方面的第92庄假释中的精锐,这也算是伊朗军队的精锐力量, 可是就是这些精锐力量在面对恐怖分子的时候竟然会被打得落花流水,撕,毫没有还手之力,受到袭击的伊朗士兵,这些受约的伊朗士兵尽管拿着枪,但是里面却没有一颗子弹, 阅兵的时候不装实弹,这是一直以来的一个惯例啊,谁会想到阅兵过程中会遭受到来自恐怖分子的绞杀,直接导致伊朗士兵在面临袭击时,尽管都是精锐,却不得不四处窜掏,或者就是把在地上移动不动, 这样哥平时,精锐部队收拾那点恐怖分子还算个事,后来直到伊朗安全警卫部门达到现场,这才终止了这个混乱的局面,面对伊朗国家安全警卫部队,恐怖分子自然不适菜,据说三名枪手当场直接被击毙,剩下一名在医院中伤抢救的时候也没活过来,伊朗一直以来自知是中东的强国, 事实上人家本来就是,但是在这次阅兵中伊朗精锐部队遭遇袭击,以后却显得毫无招架之力,尽管没有武器没有实弹,但是还是有点难看啊,听口令,爬下,自己国家的精锐部队被恐怖分子揍得这么惨,这次伊朗丢人丢大了,恐怖分子袭击伊朗阅兵是,让人想到了最近一连串的针对伊朗的行动, 无疑背后都有大国在支持,对于伊朗来说这个大国只有美国了,事情发生以后,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也在第一时间,指责美国支持的外国政权,是此次袭击案的幕后,黑手, 现在的伊朗正出在一个艰难的时刻,由于美国对伊朗恢复,实施了经济制裁计划,因此倒置伊朗国内本,就冰位的经济体系,彻底面临崩溃的局面,在任何一个国家,一旦经济不稳定,底层人民过不上而定的生活,对于这个国家的稳定来说,都是一个定式炸弹, 以我对伊朗这个政权的了解来看,哈梅内衣肯定不会束手就擒,一系列针对反对派,恐怖分子, 库尔德武装分子的高压政策可能会分治塔莱,未来的伊朗,既有可能会陷入和顺利亚一样的内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